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不断,失业率在近17年的高位徘徊。 国泰昨日再宣布新一轮自愿离职计划,奉刺的市经济差楼价升,令民生及营商百尚加根。 差股处昨日公布的3月楼价指数年升3个月,按月再升0.8%至388.3%. 较2019年5月的历史高位置差约2.2%,租金在年跌3个月后也回升,按月升0.63%,一众基层工身逐顿时两面受敌,住宅租售价回升,商铺租金回升也不会远。 全港最大商铺业主之一的领展,已率先向屋邨西医诊所提出加租3-4成。 亦有在工下经营派对房的小老板哭诉,业主只肯减租500元,持续有出无入令他精神紧张及失眠,只望死若元结后结业或转手指舍。 新冠疫情持续一年多,香港百业凋毙,最新失业率6.8%凌处于近17年高位。 不少打工仔易景下苦苦支撑,部分受影响严重的行业,每天随时饭碗不保,一旦失业担忧如何维生。 然而打开报纸,看一看地产新闻,看到却是另一番光景。 每天这个单位创新高,哪个新盘高价开卖。 地产商以超高价抢地皮,楼市过去一年甚至不跌反升。 与经济严重背驰,由柱平衡时空。 据差股处数据,3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最新报388.3点。 较2月的385.2点再升0.8。 年升3个月,相比一年前更升4.4。 单计今年首季楼价升幅已达2.21。 位置2019年第三季以来共7个季度最大升幅。 若与2019年5月的历史高位396.9点比较。 指数指相差约2.2。 反映楼市基本消化疫情的负面影响。 重拾升轨。 有分析更认为楼市已进入大牛市。 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说,楼价于大牛市下。 中原CCL于6月有望突破历史高位至190点。 与现时约有5%的距离。 至年尾更有机会冲破200点。 楼价升或许有炒作等因素。 但反映市场真实用家情况的租金指数也同步上升。 据差股署资料。 3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报174.8点。 按月升0.63。 结束年续三个月跌势。 楼价及租金回升。 反映楼市在多种因素、建户表、推动下。 以再度复次。 在目前疲弱的经济状况下。 基层工身族上楼无期之余。 大家对前路会更敢妄言。 同样令人心惊的事。 当楼市重拾声轨。 一群去年因疫情而被逼减租的商铺大业主便大条道理加租。 全港最大商场业主之一的领展。 已经打响大幅加租的第一枪。 向屋邨西医诊所提出加租三至四成。 另有消息传出。 其旗下长发广场有食肆租加租两成而选择结业。 领展带了头。 其他商铺业主也会陆续向商户停止减租。 甚至反手加租。 小商户将面对更加严峻的营商环境。 加剧倒闭潮。 在全湾华进工业中心经营派对房间生意的黄小姐。 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一道雨带劲烟。 他表示,因应政府要求,派对房间自去年十一月中持续停业至今。 这半年基本上淨交租。 每月都销五位数积蓄。 持续的有出无入导致他精神紧张及失眠。 期间他曾向业主提出减租共度时间。 为对方只起租时以因应市房减价500元。 并扬言该盘十分抢手做不下去应趁早结业。 虽然政府已允许派对房间等可有条件重开。 但他对前景已感到绝望。 只期望死约尽快完结后结业或转手。 在尖沙咀海房到经营农津小食店的老板陈学伟作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说。 虽然最近部分分店仍有减租。 但最多只是数个月。 未知日后业主会否继续减租。 他无耐说。 目前生意仍然淡静。 旅游区几乎无生意。 民生区生意则保持在往日七至八成左右。 如果业主一旦加租。 就需要另签新合约。 但他亦可以选择是否逐租。 接触没有减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